果果的27歲生日剛好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節 夫妻倆也特別放風 趁著果果生產前 去宜蘭度過浪漫的兩天一夜 勞工范江彥風透露 因為果果現在懷有身孕 所以不會想跑到太遠 旅行主要還是以舒服放鬆為主 這趟旅行也算是果果生產前 最後屬於兩人的小時光 而被問到有對老婆做過什麼感動的事情嗎 范江彥風則說 之前在澳門的時候剛好遇到果果生日 但他那時候還在隔離中 所以他在出國前 就先把禮物藏在家裡角落 等到果果生日當天 范江彥風還特別設置了闖關小遊戲 只要過關卡就可以得到提示 一直到在家中找到禮物為止 真的是很有創意又很浪漫啊 我們再次回到家中